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一物容易物 好的婚姻让人绚烂 坏的婚姻让人腐烂 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说 因为人生艰难 需要一个人来同桌共济 可如今 我们却见证了太多糟糕的婚姻 越来越多的人在卫城中心危陋 你为家庭所做出的牺牲 在他看来理所应当 因为要求你去照顾他 却从不问你想要什么 他要求你一起共苦 自己去顾不自封不上进 有人说 婚姻过到最后皆是如此 不过就是左手前右手一般的平淡无趣 其实不然 好的婚姻能让你变成孩子 坏的伴侣能让你变成疯子 余生 请你找一个懂事的男人 曾在知乎上看过一个提问 如果你的另一半瘫痪了 你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吗 一个叫凡胎兴的男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并且他已经做了15年 他和张慧云不过是一对普通的夫妻 15年前 厄运降临到这个家庭 张慧云患上了剑动症 从此瘫痪在轮衣上 生活无法自立 彼时 大女儿才五岁 小女儿才一岁 跑医院 照顾女儿 策好妻子的吃喝拉萨 凡胎兴扛起了这个清贫家庭所有的负担 他从未将妻子是为累赘 也深知妻子的无助和害怕 十几年间 无论是开车拉货 还是下地干活 他都会把妻子带在身边 一天也没有分开过 十几年的辛劳 凡胎兴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 他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车 他说 他的愿望 是他想带着妻子到处去看看 其实 面对一个终生贪患的伴侣 若凡胎兴选择离开也是人之常情 但他却说 既然结为夫妻 就要一直负责下去 他懂他是真的 所以一直将他带在身边 他对他的爱也是真的 所以 他眼里的温柔和妻子脸上的笑 从来没有断过 生活不幸 幸好有你 那个愿意为你懂事的男人 他也许没有甜言蜜语 但他会时刻照顾你的情绪 做永远比说更早的在路上 那个愿意为你懂事的男人 也许不是最优秀的那个 但他知你苦楚 守你余生 只要和他在一起 即使伸出永夜 他也会在前方给你点亮一盏明灯 生活再苦再难 他永远会为你脱底 他会用自己的臂宝 为你撑起一方天地 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有我的地方就可安心 二 懂事的男人疼你一生 一个男人不爱你 会有什么表现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告诉过我们答案 如果一个男人 对待你的方式 就像他毫不在乎一样 那么他真的是 完全不在意你的 不懂事的男人 永远以自己为中心 别人眼中的风花雪月 在你身上 他只觉得娇柔躁作 你的苦恼 他只觉得无病深意 他不断要求你成熟 也为自己所求更多自由 懂事的男人 他想保留你内心的 那一份纯真世界 舍不得你变成一个 完美的大人 他太清楚 女人天生就是 没有安全感的动物 尽管所谓的安全感 听起来太过虚无缥缈 他也甘心陪在你左右 给你多一份心安 无论何时 你都是他心肩上的人 因为爱你 他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他爱你 远比爱自己更多 过学大师钱钟书 出身奉鬼人家 从小养尊处优 不会打蝴蝶结 分不清左脚右脚 还总像个小孩子一样抓筷子 可就这么一个 笨手笨脚的公子哥 却对妻子杨将 极尽疼惜爱护 入住新家的第一天 杨将不想早起 不愧做家务的钱钟书 便一个人悄悄地做好早餐 用一张小桌子 端到杨将的床前 杨将怀孕 他早早地预订单人产房 杨将生产那天 他从住所步行去医院 去扒烫 抗战条件艰苦 在杨将生完孩子后 他还是想方设法炖了鸡汤 汤里放了鲜嫩的残豆 只因这些都是杨将 最爱吃的东西 每年女儿生日 他都会说这是母难日 因为不舍得杨将再受罪 他决定此生只要一个孩子 我不要儿子 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看到了吗 男人表达起爱来 愿比女人更直接 因为心疼你 所以会为你考虑到方方面面 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你 因为心疼你 始终会把你当成一个小女孩 去呵护 他懂你坚强外表里的脆弱 也了解你成熟模样下的敏感 在他面前 你无需故作坚强 也无需与这世界斗智斗勇 放心把自己交给他 然后做回那个本真的自己 生活再苦 他就是那颗糖 最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的 英国传记作家曾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见到他之前 从未想过要结婚 我娶了他几十年 从未后悔娶他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这样的婚姻里 大抵都有一个懂事的男人 选择了爱你 他的眼里心里 就只容得下你一个人 从此山河湖海 都只与你共赏 柴米油烟 甘愿与你共度 直到生命尽头 最新一期 可以跟你去你家吗 在圣诞节的雪夜 采访了一位 68岁的日本老人小尊兵李 他的妻子 在20年前因为卵巢挨过世 可他对她的思念从未停止 他每个月的25号 都会去一家小军馆喝酒 因为25号是妻子去世的日子 他喜欢创作歌曲 一个名为至美的电脑文件里 放着他为他创作的803首歌 他的窗头摆着他生前最喜欢的玩偶 哪怕上面挤满了厚厚的灰尘 他也舍不得擦去 那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时间的限制 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妻子的照片 他会对视镜头 笑着讲起和妻子相识相遇的场景 也会自豪地指着老婆的照片说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是娶了我的老婆 采访的最后 老爷爷指着一个盒子说 这里装着我老婆的头发 我拜托别人在我死的时候 帮我把这个放在我的棺材里 生时无法与你常办 死后仍愿与你相依 爱惨了一个人 大致就是如此 而这期采访结束一周后 老爷爷就因为多奇怪 衰竭于是长辞 如今 他们永远都会在一起了 下辈子 他们也一定会在一起吧 《从前慢》中写道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懂事的男人 会把你当成上天赐予他的最好礼物 用尽此声把你珍惜爱护 你陪我一程 我念你一生 越过生死 始至不渝 懂事的男人 最是长情 普天之家最美妙的事 莫过于爱人 以及被爱 彼此相对的付出 好的婚姻 大抵就是两情相悦 彼此懂事 互相理解 一起携手读过人生数十年华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种爱情 没有鸡皮狗跳 也没有伤害背叛 也没有隐瞒算计 也总有一个懂你的男人 正在你人生的某个车站 等着与你三三四级 互情互爱 余生 愿你则以懂你之人深爱 则以温暖为成终老 愿他 知你懂你 疼你入骨 爱你如初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尽尽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